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是我们避碰规则研究讲座的第一讲 那当然缘起呢是因为常惠伦的碰撞实验 在法院的判决呢 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那避碰规则呢 当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是陈奇珍教授主讲 那陈教授呢 主修的是气象学 那尖教我们呢 航海气象 那他呢 对避碰规则有研究 可能是呢 看了一本书呢 那个名字我也不记得 主要就是呢 当初避碰规则在起草的时候 这些人立法 立法的依据是什么 这本书呢 我已经捐给长翁的训练中心 所以呢 我自己呢 现在虽然英文可以了 但是呢 也是不晓得里面内容是写些什么 那避碰规则呢 我没有深究 那只有呢 case by case 那即便是如此呢 对于初学者来说呢 应该呢 也是足够 好 那我们下面呢 就来看看呢 避碰规则的第一条 好 我们看呢 它是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part a general 总则 第一条呢 就是本规则的适用范围 application 适用 这些规则呢 应该 运用在 所有船只 在哪里呢 high sea 公海上面 而且呢 在所有的水域 跟公海 相通的 相连接的 可以供 航海 船只 航行的 水域 sure 是应该 应该适用 应该的东西呢 就是强制规定 所以呢 所有船只 在公海 或公海 相通的水域 航行的时候呢 都应该 要适用于 避碰规则 那什么东西 是与公海 相通的水域呢 后面 有讲了一些 所以 第一条的 b 本规则呢 所有的东西呢 不能interfere 干扰 到什么 特殊规则 special ruled operation 的操作 是谁制定的呢 made by an appropriate authority 是由主管 是由主管 官署 一个适当的 authority 权威 官署 for什么 road state 就是 harbour river lake all inland water inland water connect with the high sea road state 那这个呢 其实其他的地方 没有用过 用的最多呢 就是 fairway fairway就是 良好的航道 hubble 是港里面 river 河里面 lake 湖里面 那像有些湖 美国的五大湖 那也有些呢 外国船只 以前进去装小麦的 那这个lake 虽然是湖 可是呢 它有水匣 运河 河道 可以跟外面的 公海相通 或者是inland waterway 内陆的水道 内陆的水道呢 很可能是什么 江 杭 大运河 是运河来的 跟公海相通的 那像有些 码头 安特卫 那因为 潮差很大 水深不够 所以他就用了 一个水匣 那 即使像巴拉玛运河 苏伊士运河 通通都要适用于 避碰规则 因为呢 这是国际公约 那这些 各国当地政府的 特殊 special rule 规则呢 应该尽量 confirm 符合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this rule 这些特殊的 主管官署 制定的 规则呢 应该跟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尽量的符合 confirm 那第一条的 C 在本规则的 任何东西呢 不能干扰到 政府机关 对于特殊的 信号灯 物号 或是 特殊的 船只 在 特殊的 编队航行时 vessel proceeding under convoy convoy 就是编队 或者是 有关于 with respect to 额外的 station 部位 或者是 signal light 信号灯 额外的 部位灯 就是好像是 左旋的 还是右边的 前面的 还是后面的 这个叫 station light 那也是 信号灯的 一种 为了 捕鱼船 所制定的 特殊 部位灯 这些当地 国家的 额外规定 的 号灯 号标 误号 应该呢 尽量 不要 can not be mistake 不要被 误认为 任何的 灯光 或者 信号 是跟 本规则的 规定 相冲突的 第一条的 D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Traffic 交通 Sepression Scheme 分别的 制度 TSS 分道 行行制 May be adopted by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rule 可能 adopted 被 接受 by organization 就是 阴谋 就是 国际 海事 组织 那 国际 海事 组织呢 可能 使用 分道 行行制 那 其实呢 现在已经是 强制规定了 当初制定 本规则的时候呢 还没有 好 第一条的 1 不管呢 政府 关心的 传之 特殊的 构造 或者为了 特殊的 目的 Purpose 不能呢 符合 完全符合 本规则的 条款 可能是 他的数量 位置 距离 或者是 灯光的 弧度 跟呢 他的 位移 特性 他的 音响 信号 干扰到 船只的 特别 功能 好像 好像 有的 船呢 他的 前面 是 开口的 渡轮 嘛 那 他前卫的 信号灯呢 可能 看起来呢 跟 普通船的 信号灯 就不一样 那 这些 特殊 目的 船只 船只 special construction all purpose 或 特殊 构造 的 船只呢 虽然不能 完全符合 本规则的 规定 但是呢 应该 尽量 接近 政府 机关呢 应该 决定 啊 这些呢 特殊 构造 目的 的 船只呢 他的 灯光 音响 信号 跟呢 本规则呢 可以 尽量 的 接近 所以 这个是 总 则 第一条 的 总 则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再走一遍 这是 Part A A部分的 总则 第一条 适用 范围 A 这个规则呢 适用于 所有 船只 只要呢 它是在 公海 或者跟 公海 相通的 水域 而且呢 可以供 海船 航行 的 水域 就要 适用于 避碰规则 B 在 这些规则中呢 不应该干扰到 适当的 主管官署 对于 特殊 规则 为他 自己的 Rose 航道 港湾 河流 湖泊 或是 内陆的水道 跟 公海 相通的 High Sea 海船 可以进入的 船只 就说 避碰规则呢 虽然 适用于 与 公海 相通的 水域 可是当地 政府呢 有权 制定 他们自己 国家 水道的 特殊 规则 这个叫 内核航行权 这是一个 国家 主权 行使的 范围 所以呢 国际 规则 就要 让入 给当地 的 法律 这些 特殊的 规则呢 应该 尽量 跟 国际 避碰 规则 相同 第一条 的C 是说呢 任何的 政府 对于 特殊 他的 军舰 或者是 他 边对 航行的 船只 所 增设的 Additional Station or Signal Line 所 增设的 部位灯 或信号灯 即便 是 打 于 船 用的 那 这个呢 也是 他的 主权 行使 的 范围 就是说 能够 符合 国际 逼方 规则 是最好 但是呢 他们 自己的 军舰 或是 他 边对 航行的 船只 或者是 他的 渔船 在打 渔的时候 要显示 什么 号灯 当地 政府呢 是 有权 自己 决定的 当然 这个是 很明确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 国家的 主权 行使 在 船 支 上面 第一条的 D 分道 航行制 分道 航行制 可能被 国际 还是 组织 所 接受 因为 避碰 第一 任何 国家呢 对于 special construction 或是 purpose 特殊 构造 目的 船只 不能 完全 符合 本 规则 的时候 该国 政府呢 可以 自行 设立 它的规定 但是 最好呢 是 跟 本 规则 的 规定呢 不要 相差 太多 那 这是 第一条 适用 范围 依照 它 这样子 讲的话呢 避碰 规则 规 规则 啦 这个 主权 国家呢 对于 它的 内核 水道 它的 特殊 船只 还是 由它 自己 拆量的 权限 不能 用 规则 来 强制 要求 好 我们 下一讲呢 就等 第二条 就 优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